我是99年的 今年是24周岁 我们两个一年 我比他小两个月 我们当时是从飞出交流 然后再到教室 然后再到监室 都是在一块的 今年已经是第六年了吧 他可能摇晃下机翼了 我们可能就知道什么意思 就是一父一母亲兄弟吧 感觉就是 都说这个起飞危险逐路难 最开始我们作为新缘的时候 这个起降技术 其实掌握的不是特别牢固 我们就从每天 看自己的视频 看飞三数据 然后我们会 谁要是没做好了 我们也会调缓调缓这些东西 给他调整毛病 从那天刚刚进入值班 突然间就告诉我 说三等转二等了 说要进场了 然后当时心里还是比较紧张的 然后当时我的后舱是 我们大队长 上去的时候 因为他的速度也是飞得特别小 然后是各种跟队 或者是一些什么转弯 但是这个大队长在后舱 也是给足了我信心 他也是帮着我一块操纵 可能到了后来 慢慢自己上手操纵的时候 越操纵感觉越有信心 他们总说我就是 我一直搬威赦力比较大 一些外军军机都不敢过来 然后到我自己站起的时候 我感觉也没有那么紧张了 就是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激动 我尽可能的不让你往我们的领海飞 那我就尽可能的一定要去阻拦你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 我更不能出错 必须得要完成国家给的使命 因为那个时候咱们那个志愿军空军 他是没有经历过 就是比较系统的进行训练 然后面对这个 有的这个一千多小时 或者说几百小时的经验 这个美军过来之后 他们也是从战斗中去学习 然后从就是通过学习去战斗 真正的击败美军的 更应该是这个人的因素 他们的那个战斗作风 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奉献精神 这个是肯定是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现在有了这些丰厚的条件 我们可以在一些战术战法上研究上 我们可以去深挖 然后去尽可能的去改进 创新我们的战法 我现在制定的一个小目标 就是能把那个10C这个飞机给飞好 然后飞惊 然后更想去去改什么J20了 或者以后更嫌疑的战警 希望我们能够更早的在战场上 并且作战 守卫住我们的股东